好 今天另外一个新闻焦点就是一艘我国籍的渔船日春才68号 去年三月在印度洋遭到了索马利亚海盗的挟持 而在今年五月的时候却被海盗作为攻击的母船 跟美国军舰交火 结果船长在交火当中跟渔船一起被美方军舰给集成了 家属是非常的不满 目前美国跟北约组织正在调查这项意外 我国屏东琉球籍渔船日春才68号船长吴莱宇 去年三月在东非索马利亚附近海域遭到海盗挟持 当时海盗所价美金800万元 大约新台币2亿3000万元 好不容易今年四月才压低了赎金 没想到五月二十号美国军舰执行反海盗任务时 这艘渔船居然被海盗当成攻击母船 和美军交火 结果台湾籍的船长当场死亡 这个海盗就可能突然就是要使用他这艘船 就逼迫了他可能要这个参与就是海盗们 其他的这些这个作业 事发之后外交部和美国在台协会官员 以及前往吴家慰问 并且转交死亡和海葬证明书 同时也协调后续的赔偿事宜 千呼万唤却判来死亡证明 辞政无来遇的家属对这样的结果无法接受 外交部表示全安正有美方和北约组织调查中 一切静待调查报告出炉 记者黄佩山 陈信龙台北报道